去报导美国六十家特质组织近日人民发表的三线 呼吁美国政府停止 我们敦促美方倾听各界人士的理性的声音 停止泛化国家安全的错误做法 停止对中国特定企业的无理打压 为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正常经营活动 提供公平 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我觉得美方近期的怀疑太多了 哪一个怀疑最后证明是事实呢 我觉得现在美国很多人都可以成为科幻小说 或者科幻电影的大师了 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 无端的捏造出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说法 真是一笑大方 我想指出的是 这一幕似曾相识 美国不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一而再 再而三地滥用司法手段 抓捕他国公民以打压他国企业 这一错误做法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士的愤怒和反对 危害各国的互信与合作 冲击国际间正常的人员交往 我们要求美方 希望美方纠正错误的做法 麻利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